好了,回来了,希望大家可以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先讲讲财经消息 昨天这个股市在日本很严重 不是全部股市都跌的 但是金融股跌得很厉害 我现在可能放在截录的封面那条数 截录的封面那条数就不会很对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修正了 为什么说修正了?因为我昨晚计算的时候 如果你看到截录的话,那条数应该不对 因为我的封面会写金融股市市值暴跌 金融股市值暴跌3万亿港元 其实现在不止 现在是4万多亿 不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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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美国那边那些银行股又反弹了 所以那条数是差不多的 应该是 但是日本也是新秀其害 他们的30UFJ 跌了8.6% 在南韩的HANA FINANCIAL 我也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好像叫韩亚金融集团 跌了3.9% 跟着奥新银行跌了1.5% 全部都是由于这个SVB直谷银行 就是乱当引起的 现在美国那边的市场就收复失地了 有些金融企业 但是呢 稍后我们会讲一下之后的后续 现在有些人就说联储局就不会加息的 是哪些人说的呢 这个瑞信的CIO 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首席投资官在亚洲地区的John Woods 他上Bloomberg的时候 他就说了 现在这个财经市场 现在在蛋壳上走着 现在一定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他说他认为这个联储局 应该会暂停加息 因为这个就是会 一加息就会影响到流动性风险 会增加 刚才为何计算数呢 你说是四万多亿呢 因为我计算的时候 它就跌了 我先看看这个数 三万亿港币 那时候就是计算MSCI World Financial Index 和MSCI EM Financial Index 计算数就是 这条数就是 周五计算 计算到昨天 就是三万多亿 那去到昨晚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就去到四万多亿的 那条数是跌了 就是港币 现在计算 那条数是很严重的 但是 它 美国那边 那些 银行股 就跌少了 那条数 现在 要更新一下 才行 但是这个 科技股 其实也有 赔撞 就是 我昨晚看的时候 连科技股也赔撞 但是现在 它当然是 就是 回光反照 不是 应该不是回光反照 应该是 你有两个看法 你觉得 你可以说它是 回光反照 它弹回上去 有另外一个看法 就可能是 它根本跌得太厉害 跌得多了 跌过了 跌过了 现在上去 你看看你怎么解读 那我认为 就是 跌过了 那就是 回光反照 是不是真的 那我就 认为 暂时 不是回光反照 但是 它会不会 之后又跌过 如果 市场稳定不下来 它是会再跌过 因为人的恐慌 其实 可以是 没有极限的恐慌 这个就是 市场的恐怖的地方 一怕 就可以 很害怕 就是害怕到 人踩人 就是这样 那 这个 这个 美国 它们的股市 其实 好像已经修复了 失地了 那我先讲一下 股市的信息 因为 欧洲股市 又升了 那 美国那边 又是升了 好像没有事 一样 那道瓶斯工业平均指数 就是 32,155.4 升了 336.26 升了 1.06% 那 标准普二五百指数 就是 3,919.29 升了 63.53 升了 1.65% 1,428.15% 升了 2,139.31% 升了 2.14% 那 欧洲方面 法兰克福dex指数 就 升上去 15,232.83 升了 273.36 升了 1.83% 富士指数 这是英国伦敦的 7,637.11% 升了 88.48 升了 1.17% 7,637.11% 法国巴勒尼的 CAC指数 7,141.57% 升了 130.07% 升了 1.86% 那 好像 回复了 但是 事情还未完 为什么还未完 因为 评级机构有东西 有些 小银行股 它 一声 升了2成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 从来都是 它大塌 一定会反弹 股市通常都是这样 塌了很久 一声 反弹上去 但是 太强了 它又会跌下来 其实 Tony Chen 就说 羊群心态股票市场 经常发生的 加加一 就说 会不会这么快没有市 这样 我认为 如果 那些人是有信心 你可以说是废话 有信心的话 就不会这么快有市 但是 现在 有些人 在做什么呢 就是在小银行 把钱搬去大银行 那里 其实这样是影响过小银行的 其实就是 所以 很严重 这个是不太妥的 其实就是 还有就是 现在 SVB 即直工银行 他们的CEO 就出了来说 那 跟那些客人说 就是 帮一下我们 就是 把钱放在我们的银行里 那 其实 这一件事 应该是 就是 之前的管理层 其实应该一早就做了 其实他看到 有点点问题 他应该是做些事情 去 护住银行 结果 上一个管理层那些人 他太迟才搞这个 我认为 公股 太迟搞 还有 有人是借一些意 沽空了这个直工银行 是硬硬撞他 那 你说有没有那些人 上下其手 搵食 我认为 是有的 我认为 是有 那 加加一就说 把钱存入不同银行 每分不超过25万美元 其实 我都要说回这个现实先 那些人呢 就是他们存钱在银行 现在是 安全的 就是拜登他说了 你存在任何银行也好 都是安全的 但是这样 能不能给到信心 就是这些人呢 有些人 就 拜登说 反而他不信 就是这个 在美国就是有这样的问题 那有些人 当然是把钱拿出来 在小银行那里 搬到大银行 那有些人 就放在床下底 这个是一定有的了 那 其实是很傻的 就是我跟大家说 就是为什么 说你放在床下底 很傻 要倒塌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起死的 就是如果真的 放在银行也不安全 你放在床下底 也没有办法安全的 现实就是 那些人就买金了 有些人说 那就买金了 那 其实 金价是跌回的 不过其实 现在 当然了 它在1900美元以上 其实 对比起之前就涨了 但是 就是现在看的金价 就跌了一点 就是跌了两个六 但是 整体来说是涨的 那播国歌出错的那件事 我今晚会说 今晚八点钟 正向分析八钟序 就会说 播错国歌的那件事 有些东西我提了 其实 就是一早已经说了 那 很老实说 我是很失望的 对某些人做事的那种方法 是没有办法同意 就是 可以直接说到 就是 香港正式进入一个九流流社会的时代 就是 香港这个社会 其实一向都做得很好 很多事情都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好像这几个月来 看到 就是很多事情都是 向这个九流流的方向发展 那 你向这个九流流的方向发展 那 就 很严重的了 那 Daisy Story 就是 谁信美国政府 谁是天真 那 你不信是不行的 我都要说 就是我这个 一定要说他的真话 就是你这个大国 是不是 他自己的国民都不信 他的政府就可以 就是 没有事呢 我就告诉大家 就是 有些事情你一定要信的 就是那个 如果是美国的人 美国的人 你不信那套制度的话 你一定是死的 一定要 很多人一起信那套 是走得動的 那套才不会死的 就是 如果很多人 不信那套 那套 那套 现实就是 就是 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 SVB 这件事 现在很多人当然是说 没有事 出来说是没有事 那我其实都认为是没有事 就是 我不觉得是什么大件事 那 但是有些人就说 不是啊 现在那些债券 你不知道怎么办 其他银行那里 那个债券的操作 我之前有解释过 有些银行 它就全部都放在 available for sale的 那个pool那里 那里 那他就有 添人 就看着这些债券的 就是 这个息口不对路 他就沽了那些债券 然后他就 买过一些新的 有人去管住 整个债券的portfolio 那 有些公司就不是这样的 有些公司 就很多 放了下去 heal to maturity 就是他拿到尾的时候 就是 收回多少钱 那 那 现在 svb最初他说出来 他就只是买了一些 就是 国库债券而已 那 但是现在的信息 又不是这么说的 现在的信息又说 不是啊 他里面有些 mortgage backed security 就是 有些是那些人的房贷 就是在后面的 那 那 MBS 其实会不会说 倒得很厉害呢 其实 如果不是次案的话 是不会倒得很厉害的 我都说回真话给你听 是没办法的 这个是 如果你觉得它会会弹弹的弹 我到现在都认为不会 不过你说会不会有一些黑天鹅事件 这样令到它会弹弹的弹的效应全部弹了 我到现在都认为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我认为是低的 还有就是大银行 现在他们出来说了 他们多了一些人扔钱进去 其实就是这样 很大的钱是扔进去的 其实现在美国我觉得会发生的事情 就是他们的银行业 他们会乘机整合的 这是我的看法 还有还有一件事就是 美国他们的大银行其实都很稳健 这是我自己操钱的看法 你说银行不行了 美国快崩溃了 我到现在都认为不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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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指大说要报国安告Google 这个 告Google 那不如他先离开YouTube 现在YouTube一个月给他十多二十日 哈哈哈 他快点离开YouTube 就是他们的网红议员 先离开了 这些人呢 就是他说话也很好笑的 那 回来继续说 那个 就是 直股银行那件事 你说得很闷啊 是啊 因为这件事 其实你可以用很多角度去看 那些人呢 现在你看那些财经台呢 他就 通常都有两个方面的看法 有些人呢 就说会 即是跌到值的了 现在的钱要拔出来 但是这些是占很少数 主要的人呢 都说 应该没事 那 我的看法就是 那些大银行就一定没事的 他现在那个情况就是 我认为一定是那些大银行 会吃掉那些小银行的 那 如果是那些大银行 吃掉那些小银行的话 那其实是没什么的 因为他 就算那些债券 他可能如果mark to market 要蚀的话 那他被大银行吸纳了之后 那家大银行不一定要买那些债券 那就是他就不需要mark to market 其实就 那问题就在这里 那些大银行其实很多现金的 就是好像 匯豐那样 就算他收了SVB 即是直股银行英国 他会不会蚀很多 他一定是短期要拿钱出来的 但是长期呢 他不会蚀的 我认为 这个我也要说 他被人扔心口是短期的 他如果玩long game的话 他是 应该是没有事的 如果那些大银行是收了 譬如 Signature Bank 也好 SVB也好 即是美国 那些大银行的 吸了他 其实这件事情 应该就完了 不过 现在 美国政府好像借这件事 就出手 借那些和加密币 比较友好的银行 那这个是管理风险 就是监管风险 应该这么说 这个是一个 市场要计的监管风险 譬如有些银行 他对加密币 或者叫做虚拟货币 比较友善的 他会不会 被监管机构借一些 去搞他 其实Signature Bank 那个案子就是这样的 其实他本来 看一盘数 根本 理论上是不用接管他的 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说的 在市场上都是这样说的 根本 就是因为Signature Bank 对加密币和虚拟货币 比较友好 政府就借一下 借个机会 监管机构借一下 去借他 那 现在借机会 借了之后 我相信那些 对加密币 不是很友好的机构 他们是什么事都没有 就是现在 有些人在估计哪家会 好像之前有一家 First Republic 那样 就是他这家 又是第一共和国银行 这样 他之前呢 就是这样的 那他跌了一大小 那接着 但是他一声 升了百分之二十几 其实就是 但是有其他小银行 就升得少一点 其实就是 那些人现在都觉得 有些东西是跌过籠的 就是我认为就是 那些人觉得跌过籠 那就没事了 那他们 那个指数 就是regional banking 那个指数 那他 都升回上去 都升回上去 但是不是升很多 当然 就是在低位也是升回上去 但是 不是升很多 现在 那 就是礼拜一的时候 那个First Republic 这个银行 它是跌了六成一 的 六成二 差不多 但是之后 它现在都升回 差不多三成 其实就 那还有另外一家 Pack West 又是 它是升了三成 又是差不多 就是 有没有事 看起来就没事 不过 有评级机构 就 看他死不去 就多踩一脚 那我们休息一会儿 回来就讲一下 那个评级机构是怎么玩的 休息一会儿 不过 等待会儿 别人 就是 这些因素 不过 这些因素 还能放些 就是 都 对 这些因素 那些因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